6.1是我们讲了这个所谓的 重点是这个第一面 他有一个所谓的国王 叫做所谓的第六课 我们的这个马六甲的国王在第五课那边 他被人家打败了 被什么国家打败?被葡萄打败 当他被葡萄打败了过后呢 他是时候找一个全新的地方来做新的一个国王 而这个被葡萄打败了过后呢 这个所谓的马六甲国王呢 他就跑去了Johor Real 然后上个礼拜 如果你问我 诶老师Johor Real在那里 上个礼拜我已经秀了一个所谓的纸张 我已经秀了这个所谓的纸张给你们看 我再秀了一次 这个纸张就是一个所谓的照片 我秀了一个照片很Q的 很适合你们看这照片的 大家一起看一看这个照片 这个是印度尼西亚 现在我们在印度尼西亚 把那个年代呢 我们这一个马来西亚半岛的马六甲来这一边 然后他被葡萄打败了过后呢 马六甲就移去这个所谓的Johor 这个是Johor 这个是Rial 所以他们对岸来的 而这一个红色点呢 是叫做Ache 之前我们有讲过 而这个东西呢 小小力的是新加坡 这个是马六甲 这个是Johor 这个是马六甲 这个是Johor 这个是Ache 所以我们看回来这一边 上个礼拜我们也讲过了 谁是马六甲的第一个国王 Larja Ali 什么后代 谁是Johor的第一个国王 Larja Ali Larja Ali是谁的后代 是马六甲的后代 是马六甲的后代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故事 1528到1699 都是有讲马六甲的东西 讲到这个所谓的1699过后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Johor 做那个所谓的 那个新的一个接班人 为什么是Johor的宰相做接班人呢 有事情发生了 那个事情我们上个礼拜也有解释过 如果你忘记了 你自己去看YouTube OK 所以我们现在看下一个 下一个这边有讲很多个挑战 Johor,Johor,Arche,Portuqis,Complik,Persa 这些很多很多不同的挑战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一边下面的 OK 它怎样去面对挑战这些东西 我们全部讲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一个字 OK 这个字 before我们进入6.2 我们要看这个东西 你要记得我们的Sajara里面 它是有多少课 Sajara Form 2是比较多 大概有第1课 第2,第3,第4,到第10课 所以现在我们进入第6课 6.2 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很多课 还没有讲的 第一个 你可以看到这个 Asao Usu Nama Johor Johor的来龙去脉 Asao Usu的意思叫做来龙去脉 Johor的名字 你可以看到第一个 OK 第一个 这边有讲的重点是什么 你看一看 OK 这边有讲的重点是什么 OK 你可以看一看这边的东西 第一个 这个历史 马来文的这个历史 Johor有一个名字 叫做Ujung Tanah 而这个所谓的Istila Johor Brasal Dari-Panda A-Pakatan Arab Jau Ha Yaman Ba'u Masuk Per Mat Johor 为什么要改Johor呢 因为Johor这个字 是基于阿拉伯字 叫做Jau Ha Jau Ha 的意思是代表着 Paramata 原来Johor的意思 就是叫做钻石的意思 在什么 在那个阿拉伯字里面 还是叫做钻石呢 不是 可是 Sutana Jo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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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l 原来Johor Rail也有另外一个名字 怎么够他加到一个字 叫做Johor 再加这个Rail 再加这个 Lingka 因此 Kerana Lingka Lingka曾经是Johor的首都 OK Sutana Johor Paramata Sutana Johor Sutana Johor Rabasha Sutana Johor Musha 这样子 他就变成了一个首都 所以他细致有很多个名字 你可以叫做Jo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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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gka 但是呢 最简单的话你就讲 Johor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一堂课 是讲Johor OK 好了 现在我们看下面这个部分 下面这边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进入6点2 6点2 是讲Johor Ker Germilangan 什么呢 Ker Germilangan 就是Johor Ker Germilangan 就是Johor Ker Germilangan 在Glubchia那边 叫做Johor Johor 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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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or 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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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是政府 一个是王朝 看到有东西的话 按举手一下 你要不断的按举手 可以看到你们的存在 我们现在继续了 我们继续调这个东西 描述有一个非常非常辉煌 非常非常好的贸易港口 在第16世纪和第17世纪 看到有几个原因 我们会影响这些 第一个 为什么描述这么辉煌 忘记写一写灰黄的字给你们看 你已经写了 科格米拉罕叫做灰黄 所以第一个东西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叫Joros是一个灰黄的国家 第一个它是非常策略性的位置 科都督干养strategic strategic的意思叫做策略性 这个字要非常熟悉 因为这个字会带买你去到form3 这个字要非常的熟悉 策略性 这个是strategic 第一个点 Pelabuhan perdagangan Johor seperti Johor Lama Batu Sawa dan Panco berhampiran dengan sungai Johor yang lebah dan dalam 就是说 Johor的 这个所谓的 gang口 包括 Johor Lama Batu Sawa 它们是很靠近这个 sungai Johor 而这个 sungai Johor是又宽 又深的 编满 Memudahkannya dimudiki oleh kapal besar 什么叫DiMudiki DiMudiki Lokasi-lokasi tersebut terletak di Selatan Selat Melaka DiMudiki 这些地点寄利selatan Selat Meraka 方便马裕甲 海峡的潜土是中间 stories 这里是我们的马裕甲 这里是Jguho 这是印出与西亚 最好是这个中间点 所以这一条中间点,我们叫法六甲海峡 为什么这个好?因为这边会有受到安盐摩顺的影响 风从这边吹来,这边水灾 但是这边就没有感觉到,所以全年12个月都是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所以由此可见,它是一个非常策略性的地方 第四点 第四点,这边吹了很多外面的游客,外面的贸易者过来做生意 我写一写给你们看 Perdagang 等于贸易者 贸易者 所以说,中国人 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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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荷兰人还有英国人都是想聚集在这个旅游 他意思很简单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 因为我们所谓的那个 那个Jawa 他本身的宗教是 所以他就有点不爽 那个所谓的葡萄牙 因为葡萄牙是Christian 所以这个Jawa就不要去葡萄牙做生意 他就选择去Johor 葡萄牙这个地方是在马路甲的 Johor也是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说他愿意走远一点 他都不要跟马路甲做朋友 因为马路甲是葡萄牙的 所以Jawa丁远走远一点点 OK 下一个 下一个东西的话你可以看一看 OK 他搭配到西安 他搭配到北拉伯和Johor untuk memasak 巴拉伯和葡萄牙 sepertiEras 西安的这个报义者 做生意的人 他们从西安这么远 从西安这么远 这边没有秀到的 这边是西安上面这边 这么远的地方 他都愿意过来去到Johor 然后来卖东西 包括米 下一个最好卖的就是米 你可以看到 这一边节目远 走到过来 OK 他都可以卖到米 好了 这个是马路甲半岛的 然后这个是Sawa 跟Sawa 这个废话 这个你懂的 可是问题是 你知道吗 Sawa跟Sawa 很远的 因为今天我本身看到一个学生 他回答一个问题 他说 如果一个人是住在Kuchin Kuchin在这边 然后他去Sawa 的Kotakinabaru 只需要半个小时 请问他来回 需要多少个小时 答案是 Ana 就是一个小时 但是我心想 Hello 你的数学好有用 你的地理很过力差 为什么 你从这边 然后驾车去到这个沙巴里 需要半个小时 你驾什么车 飞车 大概会飞的 搞笑的 受学体出道 OK 所以回到这边 回到这边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 Katutukan strategy 就是有策略性的地方 第二个就是 东方本达岗 就是我们的贸易者的聚集地 集中地 他们全部人都集中在那边 我拿第一点 现在我们要看第三 跟第四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下我们再看第三 跟第四 OK 第三的这个 跟第四的这个 我们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